原警要求陳姓男子打開車門 仔細搜查車內 因為警方調查 平時擔任大樓保全的陳姓男子 非法蒐集住戶個資 轉賣給房仲業者使用 警方調查陳姓男子 因為工作接觸到房仲業者 得知房仲會使用一種 俗稱小白姬的資料庫 來調查住戶個資 由於一台小白姬 市價約五到十萬 陳姓男子覺得有利可圖 因此先購買的小白姬 再利用植物之便 搜集住戶個資 將兩項資料整合 以日租月租或買斷的方式 提供給房仲業者使用 警方調查向男子購買資料的房仲業者 超過百位 估計他獲利近百萬 其他的房仲業者說 購買這些資料的房仲 都是想要進一步獲取房子 所有全人的資訊 由於陳姓男子最少搜集了四十個社區的住戶資料 不少家裡有保全的居民聽到了 都覺得很誇張 有沒有方法能夠防止保全洩漏各資 物業公司說 除了會有教育訓練 挑選保全時也要求有良民證才能上班 並且不定期的派督導到現場 隨時注意保全的任職狀況 而請吳梁蕭月台中報導 哈囉我是葉民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